作者 杨英峰 作品名称 麦静 作品材料 同 创作年代 1963年 作品主题是以牛的头部作为雏形 进而运用抽象的表现手法 透过单纯的线性结构 展现出最具特征的牛头与牛角 在上方水平方向延伸 两端翘起的是牛角 中间延伸下来较短的部分则是牛头 至于垂直延伸至地面的支架部分 就是象征牛的身体 不知您看出来了吗? 这件看似抽象雕塑作品 同时更像牛的象形文字 是属于作者杨英峰书法系列的雕塑作品 由于早期的农村经验 杨英峰对于牛有着许多感情与情感投射 而关于牛的创作 更是从平面延伸到立体 使用的材质也非常多样 此时 作者杨英峰 已经不再塑造牛的壮硕形体 而是运用抽象的线条 刻画出牛本身执着 倔强 迈进的内在精神 正好与传统的勤俭 质负 以及奋斗的精神特质 相互呼应